欢迎收看云端最前线国庆假日期间 网络声量最高的政治新闻是翁翁翁 这个翁翁翁是由北翁翁跟南翁翁 共同组成的 北翁翁是寻求连累的首都市长柯文哲 他最近说要开直播节目要当主持人 你留口饭给我们吃会怎么样子呢 OK同时翁翁包的发放 快速的时间最短时间之内就被墙索取一空了 那翁翁翁是指参选高雄市长的韩国瑜 他参加网络直播节目跟馆长一起直播 立刻造成网络的暴动 逼得我们大家只好今天陪他们两位一起来翁翁翁 为各位介绍今天语谈的几位来宾 第一位是立法委员赵天霖 大家好大家好 第二位是柯文哲竞选办公室发言人团 团长林昆丰 观众朋友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参选人钟佩君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王时琪 大家好 讨论之前我们进一段最新的新闻画面 你怎么包成这个样子 还不是你录那个一日市长幕僚 现在那么红害我走在路上都被人家认出来 这种天气包成这个样子不是鱼盖迷障吗 人家会更看这个家伙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 那市长你怎么看我们这群年轻的小伙子幕僚 反正是这样嘛 这个一代比一代强嘛 我们就让你们 让你们去尽情的发挥 反正像网路我也不会比你们懂啊 所以坦白讲我也是一样嘛 创造一个平台让每个人去发挥 进他的手长去发挥而已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全新的企划 要在这个车厂请这个市民朋友上来跟市长一起对谈 你准备好接受这个挑战了吗 有什么挑战 跟市民朋友对话的挑战 唉不管什么样的挑战 反正都显习惯了 要来就来吧 但是讲不好的话不能下车 有这么严格的挑战吗 对就是这么严格 那就来吧 回到现场在嗡嗡之前 我们先提醒云友们今天台北政坛 最重大的新闻是股市灌破了1万点了 在宣扬一时说 国安基金是不是要进场护盘的时候 今天外资说天上掉下来的刀子 千万不要接 后续的相关新闻报导 请随时注意 ET3对新闻云最及时跟详实的后续报导 OK相关的有关市长要开节目的 这个相关细节 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年底选举倒数 台北市长柯文哲九日晚间宣布 将开新节目阿伯面对面 邀请市民上车与他讨论市政议题 每周四晚间8点半 会在YouTube的频道播出了 学姐黄敬寅在预告片中担任神秘课 还提醒柯文哲 讲不好的话不能下车 柯文哲则大胆接招称 那就来吧 柯文哲九日在晚间 脸书也维闻表示 这个点子是幕僚的主意 刚开始觉得很奇怪 谁会特地上车来和我聊天呢 但后来还真的来了很多人 有质疑重洋敬老金政策的阿伯 关心台北招商状况的青年创业家 担心抽不到公托的年轻妈妈 想在巨蛋看球赛的棒球迷 以及烦恼买不起房子的上班族了 委员怎么看这个活动 说真的对年轻人来讲 有蛮高的号召力 您的评估 对于这个柯文哲市长 跟他的团队的网络处理能力 我想应该成为全台湾 每一个县市的翘楚 应该不会有人否认 那事实上现在也有 很大的声量跟影响力 那这个创意蛮好的 这个创意可能会比任何的 竞选文宣跟影片 又来得这个可能更 这个接近一般的市民的人心 所以如果就文宣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挑剔的 是 那我们在高雄来讲 我们甚至现在在讨论到说 你只要不要造假就好了 你不要变造就好了 那在台北可能已经进化为 就是说有没有更有 这个创意的安排 那所以我想 因为我也不是在台北的选民 我没有什么智慧的余地 那只是就是说 因为今天发言人也在 就是提醒说 创意这个我刚才先讲掉了 没有什么好挑剔的了 那只是就是说 但是我也有观察到双北之间 好像有一些大赚青年 是不是有一些论坛 他们有点期待市长也能参加 那我相信前面的这个 这样的文宣 即便我们做也一定会是这样 应该是有点说好的 就是你也是找了一些 比较代表性的人 那借着这样的对话 也解释了一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是好的文宣 但是真正的挑战 我觉得或许会去参加 那个没有说好的部分 就是那个真正的 那样的一个论坛 然后那些年轻人提出的一些挑战 那个部分恐怕 他就不一定会是 就是那个可能更真实近一点 更真实一点 更野生一点 OK 那所以我觉得 要不要参加我没有关系 我只是看到这个新闻 我觉得说他们好像有提出说 真的很希望市长不要不参加 那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个文宣无懈可及 这个创意非常好 那我相信一定也会很成功 我自己会想看 那但是就是说 对于其他更普遍的 对他市民的提问 或者是说 台北市什么时候 可以进入真正更深刻的政策辩论 那倒是我一个外地人 在看台北的部分 我满期待看到 OK 方案人 这个刚才委员 我解读他的讯息 他的措辞 他说这个文宣 无可挑剔 我都想看 可是在委员心中 他把它定位成是一个文宣 我们知道文宣是一个 主观的企划过程 然后有特定的所谓传播目的 我们把它做出来的 可是看整个手法 又很像是一个野生的采样 一个随机的访谈 我邀某人上车 不可以跟我说好 我起来开始要说什么 可能我的发言的逻辑不清楚 我有挑衅的语言 你不可以把它修整 不能帮我修剪 OK 这两者之间 文宣当然要做 可是手法似乎是一种野生采样 可是野生采样 如果变成只是一个文宣的手段 而没有办法真正的有效 去逼真的传达市民的 各种多元的意见 包括我认同阿伯的 我说实在是看了你 我就整百戒了 很想跟你怎么怎么 你认为这个采样过程 以及最后呈现的部分 市民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 去解读 比较公正 比较客观 更符合阿伯常讲的所谓 公开透明的所谓白色新政治 你的委員 首先我要先谢谢 那个委员对我们的肯定 其实包括上个礼拜 有很多网友寄给我看 像这个陈其迈市长候选人 他的文宣在某个程度上 也有87%跟KP Team 有点类似雷同 然后我觉得纯属巧合 我觉得纯属巧合 委员有说这是向阿伯致敬 我觉得也蛮好的 因为毕竟现在的网路关键字能够跟柯市长有点连结的话 我觉得都是正面看待 所以我觉得的确高雄也看到台北了 那蛮开心 因为高雄当然也有高雄自己的问题 我们等一下也会来讨论 那我只是先讲这个阿伯他的面对面 我自己大概看过母带 我觉得是面对面是比较好 但我感觉看起来是阿伯吐槽大权 就是他在解释一个东西 让那个上来的另外一个观众 或者是视频的好不好 没有啊 我觉得就不是怎么样啊 我觉得这个某一个程度上蛮醋味 但是中间一点点小小的火药味 那我觉得真实传达底层的声音 这是现在的领导人不要说是市长 小到一个里长大到总统 我觉得是大家要贴近订阅 所以你认为这不是一个刻意去剪辑修饰的 所以唯美派的作品 是允许有人挑战的 我觉得没什么唯不唯美 只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 因为台北市民可能包含来通勤了200多万等等 两三百万 大家都有自己的意见 那你的意见 有没有获得尊重 或者这是不是一个主流意见 我觉得常常在取舍之间 当然没有办法让每个人都满意 那只是说 这一次市长推出这个阿伯面对面的新节目 主要是针对大家对他不满意的几个地方 OK 那目前大概企划有六七集左右 包括小巨蛋 包括这个重阳竞老金的发放等等 陆陆续续会推出嘛 那我觉得大家先拭目以待 我们先看个一集 今天晚上八点半要首锅 礼拜四 而且今天要对决的就是重阳竞老金 OK 所以直球对决嘛 那至于这一球能不能变成安打 也考验我们团队的一个压力 那我希望至少大家坐下来谈的时候 很多东西不要流于说各说各话 柯P说他想说的市民讲他想讲的 这也回答一下刚刚委员他提出的关心 我觉得很多时候当我们大家都冷静下来的时候 提出问题的人永远不嫌多 因为大家都可以七嘴八舌 但解决问题的人我认为要更多 至于解决问题要寻求共识嘛 那不可能一百个人里面一百个人都同意 但是我们尽量领袖 我觉得就是给大家一个希望 我尽量讲给大家希望来解决一个潜在的问题 OK 刚才委员有提到说有办这个青年论坛 那是要求就是说邀请青年朋友来参与 随机就可以发问 我想那个更直接 不就是说我选什么人选什么人 那这个部分市长未来可能参加吗 我想市长今天早上也特别提到说 在他休假之后任何形式的辩论 他都乐意来评估 那我身为幕僚就是把大家能够愿意参与的 这些不管是电视台的朋友 或者是学校校园的朋友 尽量让市长来知道这些讯息 我觉得不要偏听 那怎么样做到 我说不可能百分百大家满意 但是我们尽量符合众多民众的期待 OK 佩局昨天有个新闻 我倒想听听你的意见 柯文哲刚发完两小时 不是 刚发完两小时 网拍就出现黄牛翁翁翁 价格高标到一个要三千块 这有点点 五千人抢拿翁翁翁包生奇如造势 柯文哲一起让台湾越来越好 市长说翁翁包摸一摸 都觉得这看起来很棒 他强调费用没有比去年高 同样的价钱品质越做越好 这就是一个进步了 我们看到这个去年的 透过几个年轻的女同学展示的 2017年台北市政府的翁翁包 这今年是市长亲自在脸书上说 我也想要上班上学约会都好用 雪花布材质 什么叫雪花布 石上蓝红双色 国旗徽章自由搭配 昨天在升旗典礼的时候 我还看到柯市长矗立在一群 中华民国的旗海当中 如果以过去柯文哲市长的出身来讲 他跟中华民国的国旗中间 似乎总有一步之遥 可是我昨天看那个画面 包括旁边的副市长 包括几位参选议员 大家都拿了国旗 市长首都拿了国旗 还高唱了国旗歌 虽然有点土贼 他还说国旗歌比较少唱 国歌比较常唱 难免歌词记不清楚 你怎么看这个翁翁包的现象 以及背后柯市长唱国旗歌 拿国旗 对未来选举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影响呢 他在发 如果我没记错 他第一次发那个翁翁包的时候 我还是政治记者 我有到现场去看过那个盛况 那一年好像还有一个 做小蜜蜂的蛋糕 包巾拼装成的蛋糕 那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那个现场主持人都还没有讲说 活动结束了 然后我就看到一堆手伸出来 然后瞬间那个蛋糕上面 毛巾就被抢光光 然后阿嬷都已经倒在地上 手上还是紧紧抓的 那个小蜜蜂毛巾 我认为柯市长在这个 文宣品的行销上面 确实很有一套他的团队 包括你知道这几个重要的元素吗 免费的 有梗的 限量的 这个民众绝对是非常喜欢 我倒觉得其他阵营 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候选人 不用太严肃去看待这件事情 我认为他很成功的是 很多人就像他讲的 市政府或是候选人 发的文宣品就有个迷思 就是一定要把候选人的名字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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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府进阵 印的很大放在上面 可是其实你没有站在 使用者的角度去看这个文宣品 反而对方接受度 或喜欢的程度会下降 那今天如果他站在 使用者的角度去看 也难怪他发出来的文宣品 会这么受到欢迎 但是我們還是要去檢視他 他發這個花公堂來做這個東西的身份 是以柯市長的身份去發呢 還是以柯市長候選人的身份去發 這個中間的界線 我相信選民自己要去評估一下 在你拿得很高興 然後搶得很激烈的時候 還是要去檢視一下這件事情 對 但是固然啦 當網紅當得很好 或是當候選人 文選品很受到歡迎 這個站在選舉的角度都是很不錯的 但是剛剛講影片的事情 我倒覺得蠻有趣的 只反映一個現象 現在的民眾喜歡看實境秀 他沒有說你不能包裝 但是不要過度包裝 所以市長這個新企劃 算是我認為比較介於兩者之間啦 就是有一點修飾過的實境秀 大家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過了 但是我要建議 如果你們真的要表現出說 這個大家什麼問題都可以問話 前一陣子在公車上的那個獨派人 是不妨邀請他上車 再來好好的聊一聊 比較能凸顯你們這個節目 沒有把一些不想回答的問題 或是不想看到的人 秉除在外 那另外我想講 就是這個形勢 其實不是在政壇第一次出現 過去講萬安委員 也有推出一個萬安共乘車 而且他的當時的方式是 他坐在駕駛座一邊開車 然後一邊回答 坐在副駕駛座上那個人的問題 所以其實難度是更高 因為他要一邊開車 對而且他的上車的乘客 是在網路上面公開徵求的 那柯市長這邊未來要上車的人選 我不知道會怎麼樣選出來 那在零選的過程上面 是不是要真正做到公開透明 讓更多人有意見可以上車去表達 這是其中一件事 另外就是剛剛學姐有在車上跟市長說 如果講不好的話不能下車 可是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這張車其實是禁止的 所以我想問以後的形勢 是真的在行進當中 在回答這個問題嗎 為什麼要問這麼細呢 因為這樣才能顯現出 你們是一個真正的實境的狀態 而不是經過太多的包裝嗎 我覺得佩君關心柯市長 關心丁委員 沒有既然今天端出新的企劃 那我作為台北市民 就有義務要來 是 人人都談一下 他有新聞顏 我感覺他也想上車來聊一下 是 那如果佩君你上車 另外一個問題 國旗的現象 哇 昨天真的是 中華民國國旗 騎海飄洋 柯市長在裡面拿了國旗 然後也唱了國旗歌 那有點突出 那人家問他 他說國旗歌比較少唱 那國歌我常唱 一個過去比較從綠營出身的 一個政治人物 他說國旗 國歌我常唱 你解讀這意思 對未來柯市長的選情 以及跟丁委員之間的選票流動性 是不是有一種說不出來的 一種推力在那邊慢慢產生 其實我樂見這個狀況 然後我過去當政治記者的時候 我檢驗政治人物的標準 就看他有沒有前後言行不一 我相信時機姐一定也是這樣子 柯文哲昨天很好笑 這個國慶日 我自己的臉書動態跳出一篇 兩年前我還幫他打了一個卡 因為當時他唱了國歌 大家很驚訝問他說 為什麼他唱國歌 他就講了 他的這首歌還沒改以前 就還是我的國歌啊 所以我認為在這一點事情上 沒有什麼好批評 他跟我們的立場是一樣的 國歌就是國歌 就是全體國民的歌 那還沒有改以前 他就是一個大家都應該在 這個特別的節日應該要唱的歌 OK 好 志祺 如果你上這個阿伯面對面 你想問一下阿伯什麼問題 我看你問題可能很多 要問他 所以他們應該不會讓我上車 不是你問題都是你很多問題要問他 來 有什麼問題要問他 所以他們應該要把我排除在外 這輛車很麻煩 排除在外 不可能讓我上車 要不然就是阿伯真的會跳車 沒有啦 我不會那麼壞啦 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文宣 當然很好看 我也會很想看 而且歐文包很漂亮 那個粉紅色有一種馬卡龍的感覺 我今天請這個昆芳帶給 昆芳說他連一個也沒有 而且說萬一他真的有一個 帶來會被大家罵 一個還留一個 我啦 周俞修 然後蔡壁如主任 大概被問到已經炸掉 其實我們市長是沒有扣打 不准拿這個包 OK 全部都要發出去 對 那個粉紅色的 我個人蠻喜歡的 造型很漂亮 顏色也漂亮 而且看起來還亂使用 我覺得他比去年的好看多了 OK 那所以造成風場 我覺得的確是一個 很不錯的行銷方式 但是你說是市長還是市長 候選人在弄這個 的確會有一些比較灰色的地方 你也不能說他違法 他並沒有違法 他OK 他可以這樣做 這個就是行政資源的便利性 那在這個上車談政見的 談這個政策的這個部分 其實任何這種東西都是包裝 也就是說他經過一個設計 他經過這樣子的形式 然後他經過一些人的挑選 他就是一個文宣 他不會是真正的實境秀 所以這個當然手法很高明 看起來彷彿是真的 但是其實是幕後的 幕後的團隊做過非常多的設計 就好像譬如說一日幕僚 大家就哇 好真實喔 哇 學姐超真實的 可是這個影片他就是經過設計的 他就是要出來吸你的精 吸你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戰勝的 那如果設計的好 他當然功用很好 那我也覺得這個東西 我也很想看啊 今天晚上八點半 我也會想看 那但是就是說 對於柯文哲來說 比較重要的仍然是他回答的部分 就是說他是不是可以同樣的 對同一個事件然後態度是一致的 以前是這樣 現在也這樣 譬如說辯論這回事 他以前也很積極的想要辯論 可是現在就不太想要辯論 以前他也會特別點名說 連勝文 朱立倫 你們要表態對於何事的意見 可是現在他被問到 這個同婚反同婚的時候 他說人民有不表達意志的權利等等 也就是說對於自己的言行 我覺得那個是比較應該受到檢驗的部分 那你剛剛問佩君的第三個問題 就是說他旁邊有很多的國旗趴等等 滿滿一片 滿滿的 對 那個也 我覺得他的確是在創造一個 跟綠之間跟藍之間 就是我們繳獲一下 我們繳獲一下 他會造成選票上面的流動 是 那這個一致性 這件事情就不用再討論 因為他以前自己說他自己是末綠 可是現在覺得好像也不太這麼的末了 那所以他創造出來的效果就是 他的確打破了那個結構 所以藍的 綠的 其實他都很努力的在針對這一塊 針對這一塊 然後我要吸收你的票 譬如說 秦慧珠還發了邀請他 本來是要邀他一起來同台 對 對 對 後來就被禁止了 那我覺得那些都是一整個現象 那個現象是 柯文哲打破了這樣子的界線 使得他跟藍之間的選票真的有在流動 否則不會有藍的市議員 還要寄邀請卡給他 恐怕還真的是看中了他 有一些不只是曝光的能力 或者是這個選票上面的能力 所以我覺得過去大家一直在關注說 綠的支持者仍然有一半在柯文哲身上 可是現在選前三四天了 反而是藍的到底有多少 在跟柯文哲之間流動 還更值得關注 OK 丁老師最近也錄了一首競選的rap 我們來看看整個唱法 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長參選人丁守忠 我堅持就是要讓台北更好 讓我們一起攜手 讓台北更美 更安全 更繁榮 台北的未來在你手中 台北的未來在我手中 台北的未來在丁守忠 台北的未來在丁守忠 台北的未來在你手中 台北的未來在我手中 他為你守候 他為你守夢 他是台北的未來在丁守忠 你跟候選人的民調越... 沒什麼感覺 OK 回到現場剛才在播的時候 昆豐跟這個佩鈞似乎非常有feu 等一下還有考打你們兩位 這個最近有個民調也蠻有意思的 在這個葛特曼先生來台灣 指宅柯市長跟這個違法器官移植有關的事情之後 這旺旺宗市公布一份民調 旺宗民調 丁守忠掉了13% 那姚文志陣營回應說 背後的勢力已經改支持柯文哲了 旺旺宗市在10月8號 今天公布台北市長最新的民調 指市長柯文哲大幅領先 反而丁守忠掉了13% 落後柯文哲14個百分點 姚文志辦公室發言人洪利奇上午回應 從旺宗的行事風格來看 支持柯文哲是非常正常的事 可能表示媒體背後其他的勢力 已經改支持柯文哲了 那今天公布最新的市長民調 市長柯文哲制度41.6% 大幅領先國民黨參選人丁守忠的7.2% 以及民進黨的姚文志委員的15.2% 那網路上有一張比較相對有趣的一張 他細節的breakdown 那在年輕族群的部分 柯市長還是以48.6% 姚姚領先 丁老師的26.8% 跟姚文志委員的12.8% 到50到59歲 我們講這扛世代是國民黨的招牌戰 這個時候終於看到丁守忠老師 以32.7%為伏領先 柯文哲的31.5% 那姚文志委員還相對有些落後 那從政黨傾向來看 泛蘭64.4%支持丁守忠 那26%支持柯文哲 那非泛蘭的部分 這比較泛綠的部分的話 有52.4%支持柯文哲 支持姚文志只有34% 委員怎麼看這個民調 有人說這一頂很強烈的機構效應 不過我稍微要保留一點 因為做每份民調 這些背後的專業人士 像艾普羅民調 這些負責人 我們大家都知道是誰 便消毒會對 難免坐下來 句話說你是怎麼做的 跟後面的結果如果落差太大 會被人家笑 但是因為我沒看到問卷的設計 您大膽的推測說 您認為這符合 在這個特定事件之後 台北市的民調 竟然是由藍的 往無色的客公者 在遊動的這個結論嗎 今年的這個民調 我覺得被污染特別嚴重 被污染OK 就是說我覺得 我贊成您講的 只要你敢把有名有姓 我是哪一家民調公司 或者是我哪個機構 是委託哪家民調公司 因為它法律規定 你登記之後 到投票禁止公佈的十日前 你都是依法要公佈很多的細節 當然它可能沒有辦法 衍生到要公佈題目 這就有點可惜 題目會不會有引導 就不曉得 但至少你就是正常的機構 依法公佈那些數字的 我覺得都應該尊重 應該尊重OK 那我說的被污染 就是之前有一些引用 不存在的民調 又錯誤民調 這今年民調被污染的特別厲害 但是在台北市這個結構 基本上的變化 我覺得意義沒有太大 因為它基本上就是維持 這樣的一個結構在變化 所以我比較沒有辦法 有太多的評論 因為我想 科市長一直保持領先 那科市長一直領先 我覺得從科市長 包括到科團隊 其實洗行於色看得出來 我覺得就是他們 我覺得 你馬上很嚴肅 因為我覺得就是 因為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可以理解 我或許我們大國領先的時候 我們也會忍不住 有時候會這樣子 對 那所以 而且我以我這麼多年的 浮血經驗我會發現 贏的人 或者贏面比較大的人 在順風的人 你做什麼都對 你文宣做的在 剛才我們講的 設定過的 實習講說 這還不夠好 甚至議員來挑戰說 我們要不要派誰上車 要不要加兩岸一加七 這個題目什麼之類的 但是你怎麼樣 就是金剛不壞之聲 他怎麼做都對 怎麼做都會覺得 一個收視率一定很高 可能要破五十萬破百萬 這個我覺得都不會意外 那丁守中 你說他那個rap 會不會很瞎 我不曉得 因為他現在落後 所以你怎麼樣看到 就會像剛才柯市長最後 呵呵呵這樣子 弱者很弱 就沒辦法 看起來就瞎 坦白講 坦白講 那我們這個自己 姚委員這邊 也踩到過幾次地雷 坦白講 但是我會覺得 我還是會 可不可以讓我們冷靜一下 回來看事情的本質 從那個器官捐贈這件事情來講 那來講 說實在的就是說 不管是發動指責的人 還是被指責的 像柯文哲市長陣營 大家其實都有很多的交鋒 可是交鋒比較難都是在 核心的議題上面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或者是說 我們回到市政好了 因為如果覺得 這跟市政比較沒有關係 那市政即便是 今天晚上要開始播放的 六個題目裡面 的每一個題目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就是說今天晚上一定會很精彩 但是那件事到底怎麼一回事 小巨蛋到底還算不算是個弊案 它到底還要蓋還是不要蓋 大巨蛋 對不起 大巨蛋 或者是說 敬老金當年的取消 用意是如何 那何以後來又用其他東西去補 那這個政策思維又是怎麼樣 我的意思我要強調的是說 台北市民值得有一場辯論 或者你不要叫做辯論會 它值得政策要詳細的交鋒 因為這裡是首都 這裡佔據了全台灣 所有的最好的資源 我們高雄還要因為這樣的情況下 被人家笑北漂 因為這裡太豐厚的工作機會 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要強調的就是說 對於這樣的選舉 我沒有智慧的餘地 因為我連投票權都沒有 那但是我要強調的是說 已經我是建議 我給坤豐建議 也給柯市長 已經大幅領先 幾乎已經幾乎要迎向勝利的團隊 建立的價值倒還不是說 已經又一個一個新的創意 而且在創意裡面真的是讓大家覺得很驚艷 這樣子為自滿 OK 應該想的是說 我如何在政策上 真的把台北市的榮耀 台北市民界的選舉的過程當中 就可以建立起深度的討論 這件事情 我真的必須坦白說 在這樣的選舉 還沒有辦法看得很透徹 OK 沒有辦法看得很透徹 就是真正市政問題的本質是什麼 而不是在這個本質上面 外面那些千層的蛋糕派的那個 那個所謂奶油泡沫 OK 坤豐怎麼看這個丁老師 在這份民調裡面 他的支持者 因為沒有看更細的分析 那民調成長是科醫師 所以合理的推論是由 轉向白色這個方向移動 您同意嗎 大家今天談到說很多的民調 有所謂機構效應 或者如這個搖擺的發言人提到說 是不是代表某個勢力 要轉個支持誰了 其實這樣子捕風捉影 所謂好像有一點刺探 有一點放一些風聲 我覺得對我們 像剛剛委員這個給我們開金口 說我們穩定領先 我必須要講 我們依舊是戰戰兢兢 選票沒有開出到最後一張之前 其實你都沒有辦法去說 今天誰一定贏 畢竟選民每一分鐘每一刻 到他走進去蓋下章的那一刻 有時候都還會變動 那我要講的是說 其實大家不要說政策 我們自己也推出了政策 但是這一本 上個禮拜五推出來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來索取的 他並不像一般論文式的政策白皮書 那樣子的艱深難懂 但是他也提供非常多 你想要知道的 可不可以在做些什麼事 跟未來他有什麼發展 有託譽 有引法照護等等 大家關心的 這個也呼應到市長拍這個 上車來面對面這件事情 我剛剛強調一個 我們希望達到的是 盡量溝通 做到溝通 溝通的理由不是說 我要強灌在你身上 而是我希望我們取得一個 互相諒解的平衡 這個是我們盡力在做的 那我覺得丁老師願意跟年輕人 或者說其實展現他比較開放的一面 我覺得蠻好的 但是選戰 但我要問的佩君是說 你今天討論柯市長的篇幅 大過於丁委員的時候 其實我 剛剛討論的是柯市長的文宣品 大家要討論他 我當然真的沒有記者魂 我也沒有出丁丁包 我也覺得說 某個程度上其實大家關注的 或是看好的 對柯市長的期待 是多過於其他候選人的 是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討論你是因為 台北市長是柯文哲 我知道秦慧處已經不敢邀了 台北市長 柯文哲 我們要接觸的對象 也是現在的台北市長 其實你從佩君的一些反應當中 你也看得出來說 我要問的是 色香貓咖啡 他到底是咖啡還是色香貓 重點他是咖啡 包裝過的本質不能改變 柯文哲是一個市長 他的執行力 他的果斷力等等 大家不停的用 器官案也好這麼low 或者很高規格的大巨蛋 各方面來檢視他 柯文哲本身到底是什麼 但大家不要忘 他本質上 他還是柯文哲的市長 所以我要強調說 真金不怕火煉的時候 大家盡量用火來煉 那柯文哲如果被煉掉 表示他不是真金嘛 那淬煉當中才能夠去 顯示出說 他到底這些堅持過的事情 跟做的事情 是不是真的為台北市好 為台灣好 我覺得這些其實大家都可以 放諸四海皆準的標準 而不是說我今天包裝 他就有用 如果色香貓咖啡 不是咖啡 他只是白開水 我相信什麼樣的行銷 都沒有用 因為大家喝的是咖啡 所以我今天要挑戰的是 柯文哲市長 而不是說柯文哲只是路人甲 什麼 那就沒有討論的余地 跟討論的必要 所以我把這些批評 看做成是對柯文哲的期許 OK 像柯文哲的期許 OK 佩君怎麼看 丁老師的這個rap 你似乎有很多的一些 可能贊同 或可能不贊同的想法 另外像民調最新 我倒是有點意外 照講很像是綠白對打 怎麼最後是 丁老師這個旁觀者跑去買單 這個有點奇怪 你的觀察 我是這樣 我自己現在也是 國民黨裡面的參選人 我認為在國民黨的政治人物 有一點比較辛苦 就是任何你想要跨出 舒適圈的動作 就會有很多很多隻手 從四面八方向 要把你按回去人地 也就是說你想要企圖 做一些新的嘗試 新的改變的時候 會有很多保守的力量 要把你拉回來 黨內啊 沒有錯 就包括我們支持者 或是所謂的長官之類的 就會有一個相對保守的力量 所以年輕人 包括我這一輩 對這個年紀的人出來 要投身政治 就是我們不斷在衝撞那個界線 希望有一天 那個困著我們很緊的那個束縛 可以把它針得更大一點 這首歌是這樣子 那時候 我知道他們陣營出了一首歌之後 我也稍微 我還沒有聽之前 我先看了一下網路上面的新聞 覺得好像不是很妙 但是真的讓我心裡有感覺的是 我看到了丁市長 丁委員他們陣營裡面的幕僚 一個年輕幕僚 直斗寫的臉書的文章 我看了之後 我才回頭去聽這首歌 當時是這樣 這首歌本來有一個專業配唱的版本 可是最後他們捨棄掉了那個過度包裝 經唱的版本 他們選擇讓所有的年輕幕僚 進到錄音室下午 進去 然後因為沒有太多錢 一個下午自己團隊裡面配唱這首歌 所以簡單來講 他其實相對來講 可能粗糙了一些沒有那麼多的包裝 可是他表現了一件事情 就是丁委員在這一個企劃裡面 是放手讓他的年輕團隊去做這件事情 而且他相信他們 不管最後成果是好是壞 他跟著他們一起承擔 這是他在這場選戰裡面 讓年輕幕僚放手去嘗試的一件事情 那就回應到我剛剛講的 我認為所有國民黨現在出來參選的人 不管他是年輕人或是中年人 只要是新出來參選的新人 他們就有義務 包括我自己在內 就有義務把國民黨的那一層束縛 再讓他掙脫得更開一點 把那個安穩的舒適的保守的圈圈 再弄得更大一點 所以回過頭來講 丁委員這首歌 也許在網路上面評價不是那麼好 也許沒有那麼多人喜歡 可是我覺得他符合了競選裡面 就是洗腦嘛 歌詞簡單 討論度高 起碼這幾個點已經達成了 更重要我覺得精神上面的意義 是我剛剛講的 他某種程度上 讓他增開了一種束縛 他放手讓年輕的團隊去嘗試這件事情 也許他沒有辦法一曲就唱進年輕人的心 可是政治就是需要像這樣子 一點點的心火沒有辦法療緣 可是他一點一點的種下去 沒有辦法馬上照亮整個空間 可是一點一點的時候 有一天他也許真的能改變什麼 放手讓年輕幕僚去嘗試這件事情 只是一點點心火 可是越來越多的時候 國民黨的政治氣象才有可能翻轉 才是我們出來投身政治想要看到的未來 所以我從這件事情上面看到的角度是 我很樂見 丁委員不顧這些保守的可能會挨罵 大家可能會有負評 可是他最後還是跟著團隊一起承擔 他讓年輕人去做一件事情 那民調的流動你有沒有什麼評估呢 怎麼往這個白的方向走呢 反而受害者看起來像是丁老師 我倒沒有這樣覺得 因為最近幾份民調其實 大家很愛講民調齊齊齊伏伏 我認為最近幾份民調都有一個共同點 我們策略不變就是 相對來講大家喜歡講年紀偏高 那一點是固定支持國民黨 那我們就保保本 那年輕這一塊透過很多方式 可以來做一些挑戰 像我剛剛講的新的企劃 也許有些人會看到他的努力 也許他會改變投票意向不一定 我認為在最後這幾天就是關鍵的衝刺期 數字大概真的只是提供參考 實質上按部就班來做可能比較重要 OK 我們進VCR之前做一個小結論 我們大家記得前幾年有部電影叫做 王者之聲 他演那個英國很像喬治六四 我歷史不好很像是他 他天生有口籍 可是偏偏在二次世界大人的時候 英國國民的希望透過廣播 聽到我們的國王告訴我們什麼 說真的你去聽原始的那個廣播的聲音 說在他的口籍並沒有被好好的矯正 講起來還是很難聽 但重點是什麼 那就是我的聲音 那就是我真實的聲音 有沒有缺點 當然有缺點 可是在那個危難的時候 人們不需要美化的聲音 我們要的是那個國家的領導人 我真實的聲音是什麼 這才是人民期待的所謂王者之聲 我們進一段VCR 這個直播的發起人 是他們的人跟我們聯絡的 我們完全沒有RE 前面沒有RE任何東西 我再次重申的 這個垃圾 裡面有膽來 你就不要在那邊 這個直播的發起人 是他們的人跟我們聯絡的 我們完全沒有RE 前面沒有RE任何東西 可以嗎 負債這一塊 說實在的 任何一個下任市長 在一兩年兩三年之內 要把負債還 其實絕對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這個就在搞吹牛比賽 但是最少不能財務繼續惡化 第二 數字是 一年高雄市卸了只有大概一千三百億左右 但是負債是三千億 那這一千三百億 柴米油煙 薑醋茶都要用 你一面要用錢 一面要還債 很困難 一定要新的財源 沒有新的財源 這個負債太高 那這個問題應該讓全台灣所有的中央地方 共同來警惕 不能無限的借錢 這個借錢下去是不得的 因為在你的子孫 不是這樣 很難 因為這個水庫的水不夠 所以要像早上吃荷包蛋一樣 我們去煎一個荷包蛋 有蛋白跟蛋黃 蛋白是怎樣 農村經濟 農民 漁民 花農 生活都非常的辛苦 幫他炒白炒定來 把蛋白區的經濟解決 讓農民與余收到好收入 開始全力猛攻蛋黃區 蛋黃區 還想 投資客跟公共客 以後的高雄 不管現在能做幾定 內心不可以有為強 通通是道路 每一條路都通 一定要一個友善政府 盡量請投資客來幫我投資 一個蛋白區 一個蛋黃區 雙管齊下 真正的會內心的想法 下一代的台灣的孩子 在台中長大的 他的競爭對手 不會是來自於台北 綠林嘉義 高雄長大的孩子 也不會面臨到基隆跟新竹的競爭 你直接要跟亞洲世界各地的年輕人競爭 那全世界聯合國定的語文最困難的中文 全世界最困難的聽說讀寫的語言是中文 偏偏我們的中文很強 這麼強大的中文 這麼困難我們去學會 再加一個全世界最流行的英文 變成下一代孩子的雙母語 我們孩子在世界舞台上競爭 當然佔優勢 那怎麼辦 學校時間是固定的 現在我們小孩子要學米台語 客家化、原住民化、越南化、東奈亞化 原住民化有十三種 那乾脆母語在家裡學 高雄先生我發獎金就好 然後在學校來表演 母語演講、母語社團、母語的表演 那學校中文文雙語教育 培養下一代 這個有什麼錯 我用館長時間絕對不大不了 我寧願想一個請大家 所有的好朋友來思考 比較重要的是台灣2018年未來怎麼辦 台灣是我們大家台灣人 我們希望我們居住的 自己的整個台灣的省 同步的發展 一些都非常好 所以我要講一個 幾流的人民 會選出幾流民意代表 幾流的民意代表 會監督出幾流的政府 有幾流的政府 就會有幾流的國家 所以親愛的好朋友們 不一定要生活韓國瑜很好 但是你一定要明辨 什麼樣的政治人 會帶來我們台灣更美好的未來 希望你們今年好好好好擦亮能力 多投入一點點心力去研究這個政策 投向神聖的影響 希望我們台灣未來更燦爛更美好 謝謝 OK回到現場 這個南翁翁韓國瑜PK館長 30萬人次觀看 這是在韓國瑜的臉書的部分 那韓國瑜現身網路暴動 大概1.9萬的粉絲在上面留言 OK 聰明的政府找方法 無能的政府只會找藉口 國民黨高雄市長候選人韓國瑜 與館長陳志祥 9日晚間透過直播訪台 大聊個人對於高雄的薪資欠債 未來走向及施政目標等議題 一兩年內高雄負債 不可能還清 但可以不讓它惡化 他具體做了承諾 韓國瑜臉書直播人數 更是同時有1萬9千多人在在線官場 總體有35萬的觀看次數 說實在蠻熱的 所以怎麼看這個熱是空戰的熱 還是未來真的選票也會跟著熱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我們從剛剛的這個 台北講到這個高雄 就是說我覺得選戰有兩大塊 一個是聲量 一個是事的部分 所以你要創造一個 大家都支持我那樣子的事 另外一個部分當然就是 比較扎實的血跟肉 那先講台北的部分 就是剛剛我們看到丁守中的 那個競選歌曲 主持人講一個很對 就是說我們就是要看到你的真實的 聽到你真實的聲音 就是要看到你這個候選人真實的面貌 就是你不能用一個假假樣子給我們看 那我會覺得丁守中 或者是那個那個誰 那個新北的那個侯友宜 就是他們最近都在弄rap 所以他辦了那個 那個侯友宜辦一個嘻哈 電音趴之類的 嘻哈趴 我覺得不太像他們 就是我放手交給年輕人去搞創意 這件事情很好 但是不太像他們兩個人的樣子 譬如說侯友宜在那邊跳的時候 哇好怪 超怪的 MC優異 對 就怪怪的 就是我覺得做自己還是一個比較 比較好的方法 就是不要因為說 我這一塊缺了 然後我趕快去演這一塊 然後那塊缺了我趕快去演那塊 就是比較是短期的 比較是臨時性的 就不是那麼的扎實的感覺 好那這個韓國瑜跟館長 當然兩個網紅一定會創造很大的聲量 然後這些事 但是說到底選舉 還是得要看那個內涵的部分 就像剛剛昆豐也提到說 他認為柯文哲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好的咖啡 純濃香的咖啡 所以色香貓 不會是 好不好大家來評斷 就是意思是說 他也不是只是色香貓 他真實是咖啡 就好像那個鮮奶油蛋糕 鮮奶油很漂亮 也蠻好吃的 但是真正在意做蛋糕師傅的話 在意的還是那個蛋糕體 蛋糕體是不是夠脆弱 那個本體 對 所以選舉就這樣 有一些是泡沫的鮮奶油 有一些是蛋糕體的部分 就兩大部分都得要兼顧 那現在韓國瑜的部分 我覺得他那個蛋糕做得蠻花式的 鮮奶油洗得很豐盛漂亮 多玫瑰花 但是蛋糕體的部分 作為一個高雄出來的 我還是仍然希望那個蛋糕體 要更為扎實一點 他口才很好 沒有錯 反應很快 你不管丟什麼來 我都立刻可以擋回去 但是我仍然希望你的證件 是要更認真一點會更好 OK更認真一點 交給那個天靈 天靈 剛才看這個 這個館長當然是個網紅 那你看也不斷被笑韻 可是那個非常真性情 動兩句就是 這個三字經都跑出來 不斷被笑韻 我一併請教您的問題 我就把幾個新聞再救教您 楊憲宏最近常上政論節目 他說高雄市場選戰 是個未來與大清王朝之戰 看到標題蠻有趣的 資深媒體的楊憲宏 昨晚在三立的政論節目裡面強調 陳其邁在高雄的政見是未來式的 卻遇到韓國瑜這個大清王朝 高雄市場選戰是未來與大清王朝 一個時候隱喻成為過去式之戰 楊憲宏說 陳其邁在高雄的狀況是秀才遇到兵 韓國瑜加一條辮子 就很像大清王朝那個兵的樣子 陳其邁跟大清王朝王子在打仗 有點有趣 楊憲宏強調 韓國瑜講話跟現實太脫節 陳其邁在高雄的政見是未來的 是有關智慧城鄉 如何追過台北 追過所有縣市 陳其邁是未來型的候選人 偏偏遇到一個大清王朝 有點無奈 您同意憲宏這種說法嗎 這樣的形容有點過頭了 所以我可能沒有辦法太去美口看 因為我不知道什麼叫做大清王朝是什麼意思 形容加辮子我個人不是覺得很恰當 這一點我直接跳過好了 OK好沒問題 因為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這樣 但是我要強調就是說 那一天的跟館長的直播有沒有效益 其實很大的效益啊 我好像看了比跟川普他自己在美國 他自己的直播平台那個館長更多 好像好像比川普他自己某一次的還多 當然有一些人說這會不會是機器人慣的 可是因為我不知道 所以我還是必須說那個效益是大的 但是就是說 中間夾雜了七、三支金、五支金很多的那個東西 是不是導致他最後被檢舉停權 我不曉得 那我一定不會讓我的孩子去看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太不入流了 就是說你談一個公共政策不需要用它這樣 是 剛剛台北市說的這個 你們今天晚上要播的那個 是 就算我評論他叫做文宣 我說他這是一個無懈可擊的文宣 是 但是那也是一個我認為很棒的文宣 因為第一個真實 第二個有質感 第三個有一定的堅持 而且在回答問題 不管那個是不是say好的 人家起碼就是把他的問題要回答 是 那那樣的一個對話 我覺得那就是一個 我不太怎麼形容呢 我沒有對館長好像不禮貌的意思 那是他的風格 他有因子他很強大的粉絲 但是我們在討論高雄市政 你需要有 好像有點暗示說高雄人就是那種 開口啦 我們就是要撤甘人家 我們就是這樣才是高雄人 第一個千萬不要有這樣的暗示 我會嚴重的抗議這樣 第二個 就是說 在談的這個內容裡面 我們還是勉為其他去看了一下 是 那你除了一直擴大高雄人的痛 有 高雄人怎麼會沒有痛呢 我們長北千萬以來 光是要轉型一個工業層 轉型到現在 竹刊變成是高科技層 還要花一段時間 花了二十年之久 那你現在繼續在形容那個痛 他有時候甚至資訊並不是很正確 剛才提到說 他希望不要擴大影響 他沒有辦法馬上還債 但是他希望說 不要再惡化 對 但早就沒有惡化了 陳菊已經還了不知道多少錢 現在就零舉債了 那他也沒有在那個問題點上去提 還是他覺得 反正擴大高雄的醜陋 擴大高雄的問題 到最後一天 反正高雄人就會覺得很痛 所以我想要就是受購民進黨 我就投給韓國瑜 是 或許可以是他的策略 但不會贏得我的尊敬 因為你會覺得說 那你可不可以提出像樣的東西 那一天通篇的那麼多人轉傳 那麼多人留言的那個談話裡面 除了你到底講了什麼 你到底講了什麼 你到底講了什麼 好 那回頭過來講 那起碼這還是館長跟你 真人真事在那裡演出這個實際秀 另外一支片子不是也很多人觀看嗎 號稱有50萬的流量的點閱率 對 講說這個什麼 我好想回家 韓國瑜 我們等一下或許可以放一下這個片子 對 那這個片子等一下您可以放 但是我要看的是說 那這個就徹底假的啦 我們剛開始也覺得說 這廣告做得還不錯 這到底誰做的 是 我們當然覺得應該是韓銀做的 但是韓銀不承認 他說這是一個他們沒有錢 是支持者做的 OK 效益蠻大的 我到處的朋友都傳給我看說 哇 我這好多人看 效益不錯 可是後來我才發現原來有 陳大全出來說 我的作品你幫我拿去變造 在我不同意的情況 改人家的原創 對 那我稍微看一下 因為我們等一下就會看到 是 你看這樣這個啊 這個真的很會挑 他就講說 他是一個高雄鳳山的人 退伍之後失業 然後民進黨什麼 執政以後怎麼樣怎麼樣 那真的很像高雄台灣人 結果他是個泰國人 他是個泰國的廣告 這是泰國人 他在講泰國基金的廣告 然後呢他把它剪接了 成為他大部分的來源 那另外呢就是 好像跟柯市長也有點關係 曾經當年啊 也有南漂到陳大的學生 他們為了支持柯文哲 所以他們呼籲大家 要回台北投票 是 對不對 然後所以他的公里數 他就講說325公里 因為是台南台北的距離 對 差不多 然後呢結果他照抄 把它轉 轉成說這是北漂的清理 可是台北高雄是差360幾公里 對 方向的距離也不夠 你跟他抄問他還抄不到 也照抄下去你知道嗎 然後這還有另外一支 也是另外一支的 這支是呼籲 反向投票支持台英文的 就是說這個是全國反向投票 全部被他扭曲來變成是 好像形容高雄北漂青年啊 多麼渴望藉由這個韓國瑜 因為最後的內容 就出現這一位嘛 就是韓國瑜先生 然後提到呼籲說 能夠那個南漂 那對上這種的 我們就失去任何的尊敬 我們也有推民進黨的人 我們還正在跟柯文哲市長選 我是全力支持姚文哲的 對不對 但這是兩回事嘛 就是起碼 OK你做出一個很厲害的文宣 我也是給你拍拍手啊 厲害嘛 那你這個東西 我怎麼可以跟你拍拍手 你變造扭曲亂剪接 那剪接完人家著作權當事人 也今天出來開記者會啦 說我的作品 我根本就不支持你 你不可以這樣弄我的作品 然後結果 昨天晚上好像煞有介事下架 下架上架以後 宣稱說我改過了喔 結果還是沒改 就連宣稱都假的 那好啦 那主帥候選人你怎麼說嘛 韓國瑜說 這無傷大雅吧 這就創意啊 其實重要講的還是講北漂嘛 那這一點我就覺得太失望了 是 你一個態度嘛 因為他不是鼓勵說不要造假 他不是鼓勵說他希望 年輕人有創意 那你怎麼盜用人家的創意之後 連一句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 不是我做的喔 但是我會要求我的平台 絕不能上這個東西 OK 我會要求那個支持者 如果你是我的支持者 請你立刻下架 是 請你好好做一隻好一點的騙子 這句話都說不出來的話 那我真的跟韓國瑜說 OK 我佩服你 有很大的聲量 我佩服你 像剛實習講的有很大的露出 但是我也要提醒你 高雄市民是激不得的 你知道我最近去觀察地方上 剛才那個實習講那個誰啊 台語叫做誰 我們地方上現在那個 嘎棍起來的那個群眾場 不需要什麼動員 OK 高雄有點被激怒了 就是你可不可以稍微放尊重一點 好好的談一些政策 那而不是只是放大我們的痛 我們現在所遇到的困境 OK 我們看一段這段 引起爭議的宣傳影片 工作兩年薪之事外 養得起自己卻養不了家 但卻沒人知道 我多麼思念家的味道 我喜歡小吃 我喜歡媽媽的肉燥飯 我最愛爸爸的魚丸湯 每每喝到那碗魚丸湯 總會燃起我對父母的思念 我很想吃 OK 這題我就直接跳佩君了 佩君 這個你怎麼看國瑜兄的這個文宣 他上面署名都是很像是網路育勇軍 一個叫什麼徐先生或徐博士 是要做剪接的 可是剛才委員也指證莉莉 OK 您有沒有什麼樣的回應 其實這個影片的第一卡 就已經開宗民意獎了 這個本影片因為沒有經費 所以是用其他很多影片剪接而成 如有雷同敬請原諒 而且大家都知道嗎 這就不是韓國瑜陣營正式推出的廣告 就網友做的 而且他其實在這上面已經引述了出處 但是我必須要說 他雖然有引述了這些畫面的出處 但是對方如果不同意的時候 確實是要去做修正跟修改 我們也希望所有支持者還是要遵守這個法律 相關的法律規定 對沒錯沒錯 但是剛剛委員講的 有一件事情我不同意 就是這個館長我本人不認識他 跟他也沒有私交 甚至我過去在黨中央的時候 想要邀請他來上節目 一直被以讀不回 所以我跟他是沒有任何交情 他有經濟公司 但是我要跟 我要必須要講一件事情 他的那個風格跟 是不是評論高雄事情沒有關係 他在講日常生活的各種代表是 嗆辣還有那樣子的發言方式 就是他的風格 所以對高 委員如果要把它解釋成說 是對高雄人的特別的 有什麼特別的涵義或是怎麼樣 我覺得那倒是多餘了 韓國瑜敢去上這樣的節目 其實我覺得還沒有去之前 答應就已經成功了一半 因為大家都知道 館長是如果不認同你的說法的話 在當下是不會給你什麼好臉色看 而且你可能被電爆 所以去了之後是加分還是扣分 其實沒有人知道 但是他願意上那個格鬥擂台 我覺得去之前已經成功了一半 那當然在這個節目裡面 也要彈出一點東西來 才是受歡迎的 我也可能沒有仔細去看那個節目 他們其實除了這個很精彩的 長一些很江湖味的那些對話之外 其實對很多時事是有實質的討論的 包括這個館長都是直球在對決 他就直接問他說 很多人說你是黑道 那你是黑道嗎 韓國瑜就說 韓某人今年60歲 如果我有參加過黑道 我立刻退選 這樣子直白的答案 就是大家看直播節目 想要聽到的嘛 因為你沒有空說 等一下我怎麼問這樣的問題 直播是沒有這樣的空間的 所以你直接問出來 我覺得現場就要回答 那包括他也問了 高雄現在就業問題 薪資問題你要怎麼解決 韓國瑜馬上就講了 蛋白區的地方 我要農業振興 蛋黃區的地方 觀光客要開放 要雙管齊下 那善志聯 根本不關高雄市長職務的事情 他也回答 他也沒有閃躲 因為館長問他說 現在很多人對台灣的法律很失望 可能有一些判決 讓大家覺得不是那麼滿意 這個根本跟高雄市長工作 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大可以說 這個可能要等立法院怎麼樣怎麼樣 他可以講這些官話的搪塞 可是他沒有啊 他就說了 這個有五種人不能原諒 我認為應該要鞭刑的 但是這些東西 沒辦法入到政見裡面去 我只能說這是我個人的 是非善惡的價值觀 觀眾選民想要聽到的就是這個啊 不要有太多的包裝 不是不能包裝 我不能說完全不能包裝 但是不要過度包裝 我們想要看到真一點的政治人物 直播某種程度來 就是符合這樣子的 對政治人物的期待 那回歸到數據來講 選舉大家喜歡看民調吧 剛剛文家庭也講很多民調 直播某種程度來 就是符合這樣子的 陳其邁的陣營常常在講說這個 國民黨啊 就是很多年紀大的支持者啊 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大家來看喔 友台的這個民調 7月的時候 年輕人20到29 陳其邁對韓國瑜 當時是51對22 可是來到9月的時候 已經是39比39平盤了 年輕人這件事情 過去大家都知道 國民黨是相對弱勢的 可是高雄這一戰 9月的時候已經打成這樣子 所以陳其邁陣營 大可以繼續講說 那個沒有用了 北漂青年啊 造假影片什麼的 都沒關係 就11月24號的時候 來看哪一邊 再放煙火慶祝就知道 OK好 這個昆豐 你是一個有新聞媒體 專業的政治工作者 我們從台北來看高雄的選舉 很有趣 這是高雄有一位名堂的這個 議員參選叫劉士賢 他登那個看板叫做 票投韓國瑜 他故意寫這個語 就是支持習皇帝 習近平武統台灣 我們再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這是今天另外一個新聞 韓國瑜贏定的許勝美 也是一個影劇的名嘴 他去觀地廟抽了一張籤 他說這張籤透露玄機 所以韓國瑜穩定的 會定的 他說如果韓國瑜定 他考慮搬去高雄住 點點點 那這張籤是什麼 先鋒盜骨本天生 韓國瑜瘦瘦的 怎麼看 一邊說你這個紅的 那這邊又有這個影域界的名人 隔空加持 在台灣台北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到底誰會比較有效 我告訴你 你如果投你共產黨就來 那這邊有另外一些人 你來幫他支持 你來看吧 這個我們來講 這個可以說略懂 稍有經驗 因為柯P 他每次都現在演講 先問大家 你們覺得柯P則是共產黨嗎 很多人 這個問題大家是 哄堂大笑 就是我們在台灣 大家 拚了命在互相指責 但是問題有沒有被解決 那我覺得這次選舉 蠻有趣的 我們剛剛讓很多的現象 凸顯出來 從大家剛剛 不管是 要不要跟年輕人 你唱Rap 就代表你 喜歡年輕人嗎 這種東西是打從心裡面 傾聽 那我覺得說 當然很多的宣傳手法 行銷也好 第一個 你有這個心做 第二個 你做得好不好 也讓大家來公平 不必說 我自己有點不好意思 或怎麼樣 這個是赤裸裸坦蕩 那我覺得 候選人越到現在 就應該這樣子 那我覺得 韓國瑜某個程度上 他擅長 抓住大家的眼睛 其實你看他前陣子蠻有趣 他說他心目中的女神是誰 他毫不猶豫 快問快答說 陳菊 某個程度上 這個聽在高雄人的心 他說 我們國際你也是 有點認同 有點認同 你有尊重他 那另外一個 他也點到市政的問題 是 五千個坑洞 我是不相信他有真的去數 但是他透過數字上的這種 強勢的一個標籤 讓高雄市民覺得說 這個問題你們怎麼沒處理 像他以前在北農的時候 我後面是三百顆高麗菜 其實我們很認證據署 到底有幾顆 沒有 可是他就凸顯了高麗菜價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他是算造勢高手 但是造勢高手提出來的東西 市民還是會檢驗 就像我覺得委員講得很好 歌雄人就好爽 但是罵髒話不代表好爽 罵髒話不代表好爽 我覺得這個當中 慢慢慢慢慢慢 可是柯市長也有這個口頭禪 那已經被一評過了 最新新聞是館長 已經被臉書停權8天是不是 7天 OK 被停權7天 OK 繼續 不好意思 打斷 那我覺得好的事情 我們當然盡量鼓勵 柯市長之前脫口而出 他也被我們唸 也被大家唸 那他自己就虛心接受 我覺得願意改過才是 一個政治人物在面對 如放大盡一般 你說社群媒體 成也社群可能敗也社群 你不要想說你是楚門的世界 24小時live show 但是盡量去做到 你認為的自己 不要讓現實脫節太多 市區不好意思 我剝奪你今天最後結論的權利 給委員補充 大概一分鐘左右時間 請坐 對 其實我一直都會覺得 就是說 認真談一些東西 譬如說我們 認為高雄現在很棒 華邦店來了以後 他說高雄已經沒有五缺了 只缺一個缺地 你給我多少地 我就可以再做多少投資 所以我們想盡辦法 譬如說我們再把原來 敲投新市政 就不需要再這麼多社區 我們把它變成科學園區 譬如說這樣子 譬如說像我們今天 這個週末馬上衛武營園區 是 就要開幕了 我們希望未來可以用 這個演唱會經濟 或制度如此類的 好 那譬如說蛋黃蛋白 第一個 我不知道到底哪裡是蛋黃 哪裡是蛋白 對韓國瑜來講 那他的是什麼 他的現前的賭場論 還要不要繼續下去 那如果不是賭場論 他剛剛講說條條大路 通羅馬都要打開 那他怎麼做 到底是開什麼路 做什麼東西 所以我最後講的是這樣子 11月10號 我們就要辯論了 這一點我覺得 還是高雄人蠻光榮的 就是說 我們11月10號 我們政見會 公辦政見會 改成公辦辯論會 好好來談一下 我覺得真的是 把整個政策主張 好好來談一下 那千萬 我只要高雄人有痛苦 但是要用痛的時候 就去看這個痛 不要用那種 努力糟蹋 下岩巴 那會吸睛很快 但很快的 大家也會認為是說 然後呢 接下來呢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是 我覺得韓國瑜先生 到目前最後還是一樣 那一部影片到目前還在散播 當中 提醒大家散播也是有法律責任 OK好 不好意思今天剝奪的這個時期 結論的權力 OK 兩個小手板 鼓勵年輕人 對這場選舉 必須慎重以對 你對待未來的方式 未來也會同樣的對待你 今天你不能成為這場選舉的當事人 明天你可能就是在旁邊 呆呆在那邊罰站的旁觀者 我是便宜天空室 我叫雲端追人線 年輕人一起來吧 明天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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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